确实 一方面要通过颁布新的政策来限制老虎鸡数量增加 另一方面对青少年从小就要展开相关的教育 是青少年从小就要树立赌博危害的一事 接着我们再来看 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以环境优美而著称 但是经过相关的监测表明 新西兰河流当中有超过六成的河流是不适合游泳的 来看这方面的资讯 来自国家河流监测部门的数据显示 新西兰河流污染日趋严重 在被监测的河段中高达60亿的河流已经不适合游泳 另有19.5%的河流对于游泳者来说有风险 只有19.5%的河流可以放心游泳 据介绍 造成河流污染的直接原因是大肠杆菌超标 这会对人体带来很大的危害 而造成河流中大肠杆菌超标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政府加大了对土地使用的投资 更多的土地被用于放牧和农作物生产 牲畜的粪便和农作物需要的化肥 最终排入了河流从而污染了水质 绿党的相关发言人要求政府重视河流污染问题 为新西兰人放心游泳创造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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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